提起袁山山,如今在娱乐圈里混得风声熟起,还入圈四小花旦之列,如此的宋生长,一定有他成功的多么秘籍。 我们今天就带大家去探探袁姑娘,看看她在美人制造里,会给我们展现哪些袁世养颜秘籍。 我家有鸡精,因为你家的汤呢?对不起,山山马上就可以喝到我为自己的汤了。 晴秀水灵,有网友说,山山是整容复制机,但KK认为,这脸绝对不是一般医生整得出来的。 山山,我来了。 终于到化妆间了,估计山山这会儿也饿了,赶快给她送去吧。 山山你好,你早,辛苦了,辛苦了,今早早几点起来的? 五点半。 我是问娟姐。 是我们美人制造美人栏目组呢,知道山山也特别特别的辛苦。 就委派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早餐。 这个汤是早晨起来,我花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不是,五十分钟的时间在做好的。 我吃过早饭了。 你搞什么,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她吃过早饭了。 这,那也给面子喝一点好不好。 这个汤是我做给你的,我再喝好像不太好吗? 没事啊,一起干杯。 吃个热干面喝碗蛋花汤,嗯,还不错。 那,咱们去准备中饭吧。 她刚才说中饭,就不能喝蛋花汤了。 做点什么好呢? 让我想想。 做点什么好呢? 不相随俗,既然来到片场,今天是大场,我们当然要办好那个时候的这个战事。 好。 我刚才在那边休息呢? 来看看今天,她会跟我们大家这样的保养一起。 哎,天气这么热,你有什么节熟的秘方吗? 撑着呀,一年。 有没有在拍补妆戏 或者是有一些 像今天这种打东西之前 受过比较重的伤 你看这里破的这个口子 大家用放大镜看一下 至少有这么大 就贴了串可贴 然后就继续拍戏吗 这样的方法你都能想到 真的是太神奇了 包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镜子 照妖镜 不是不是 听了这么帅 这卡卡镜 胖睫毛的 女生嘛 就要那个睫毛翘一点好看 唇膏 那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唇膏感觉怎么样 评润呢 不如聊聊你代言的那个产品 说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 纯天然 无激素 无伤害 然后什么肤质都可以用 又自来 我妈 我妹 我 你妹 你妹来 这个是那个 大家看看行吗 这个东西叫双飞人 双飞 人 哦我知道了 这个是避暑的 有没有很清凉 你这是在哪买的 这是刚导演送给我的 导演送给我的 珊珊辛苦了 现在休息一下 那我们也 这个 暂时把 帮她把这个收一下 这个 这个 我 好 直接一秒秒的过程 现在已经是凌晨 12点半了 珊珊她 终于收工了 她再不回来 我就睡了 不过接下来 告诉大家 我们马上进入 女神 珊珊的房间 你怎么 收工了之后 没有卸妆啊 我刚回来 我还没有去拆头发呢 好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 大家卸妆 明天当中就是 像现在要卸妆 大概卸几遍 卸妆油 然后再用洗面奶啊 就就完事了 嗯 然后那卸完妆之后 是不是要涂抹一些东西呢 防护水啊 精华啊 面霜啊 眼霜啊 也不精华呀 然后再敷面膜呀 那要不让我们分享一两件 好吗 珊珊对面部保养好认真啊 鞋子间就不要再进了吧 你们 不要紧 不方便啊 喂 开哥 你是不想在娱乐圈换了吧 你这个洗发水好像洗洁精啊 我们不是拍戏 头上会喷很多发胶吗 这个超清洁 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这么好 你说谁 哎呀 为了粉丝的福利 开哥你进不拼啊 感觉好奇了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沐浴露 你要洗个澡吗 可以呀 一把沐浴露 我们看看你的沐浴露是什么样的 好不好 好好闻 好好闻 好闻吧 这个我也有 这个我新买的我还没用过呢 这个也是沐浴露 洗发水 沐浴露 开哥 女生的马屁不是这样拍的 我们要不要蹭蹭蹭蹭厨房 我也不知道我厨房里面有什么 水果 玫瑰花 玫瑰花是干嘛 玫瑰花这是泡茶喝呀 这个是白灼 这个是西洋森 说这个三个是补气补血 然后这个是让它通 所以我就天天用这三样泡水 这是什么 宁耳汤 宁耳汤 夏天来了 再不减肥就完了 节食加运动是最好的减肥方法 然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营养 要不然女孩子面色会不好看 然后要多运动 其实在来这个系之前一直做很多种运动 就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 然后自己又特别爱做的运动 都做了吗 热瑜伽呀 健身啊 跑步啊 打野猫球啊 游泳啊 蜂蜜 辣椒粉 一天有八个柠檬 然后穿在一起 我要问你 我现在可以出炉了吗 可以呀 为什么不行 那我帮你 哎呦 不要不要 不要太勉强了 但是你要不帮我也不太好意思吧 哎谢谢 K哥 老子说心里是不是美美的 我比人第一次帮别洗头 女生亲自洗头 您今天的老五是不是可以免了 春天变成好姐妹了 有没有 有的有的有 这次来拍戏 虽然只有几天的时间 大家带什么样的衣服吗 背带裤 哦 背带裤 哎我觉得你还蛮复古的 这个裙子好漂亮啊 哎这可以直接套上没有 我们看看 你套还是我套 你套啊 就直接直接可以套嘛 这个小裙子 你平常会在上面 搭啊一个什么 也会穿这种身衫吗 可以搭一个这种白T恤啊 哎这个也很漂亮 我有时候也穿的还蛮女生的 嗯 就比如这样的黏衣 黏衣 黏衣 这种黏衣 黏衣 这种黏衣 这种黏衣 沈沈还真带了不少衣服啊 粉丝们有没有性格呀 请问一下这个是 你猜 小提琴 哦呦 以前 我妈妈怀我的时候 她有弹过 真的很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啊 和我们展示一段 小提琴独走 哎呀不好意思 拉的没有那么好 没没没关系 我们就是希望你拉的不好 播出剧油才有人看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 著名小提琴表演艺术家 袁珊珊 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段 嗯嗯嗯 嗯嗯嗯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主要聊美容的事 又不是拿拉琴 拉弄的琴干什么 最后一点点说 让大家可以在这个夏天啊 或者看我们这个戏 可以变美的原因 好不好 在这个夏天一定要注意防晒 然后像我们现在出门 都要选择那个50的防晒指数的 那个防晒霜来用 然后身上也千万别忘了 就现在我都已经穿了一个 穿了一个黑色衣领了 是我们来也不太方便 好大家记住了 今天跟珊珊学到了 就要好好的防晒啊 做好防晒之后才能够100 只有白丑